今天本站參與了一場特別的試乘會 體驗的車款不是機車 而是Cliver電動輔助自行車 它就已經不像是一般的腳踏車一樣 會讓大家覺得說可能一年兩年就換了 因為畢竟一台電動腳踏車在歐洲 比較好一點的車大概就是3000歐元 甚至還有賣到5000歐元 Cliver成立於2011年 在成立初期主要瞄準歐洲當地的電動輔助自行車市場 金字達點端顧客 在今天的活動中 公司準備了三款販售中車輛供媒體體驗 Cliver X Commuter採用類似平行四邊型的高強度鋁合金車架 造型相當簡約 27.5吋輪鏡設計 前後標配油壓碟煞180mm碟盤 後輪日本Chimaro時速變速器 配備十分齊全 Cliver X Commuter擁有兩種不同電池容量 分別為570瓦時 360瓦時兩種版本 續航力前則在45到110公里區間 後則則為30到90公里 350瓦的馬達受限於法規 最高輔助時速-25公里 輔助動力分為四種強度 可以透過左手把上的控制器調整輸出 小尺寸的儀表可顯示時速、里程、消耗卡路里等資訊 其他配備例如防盜、電能回充系統也一應俱全 Cliver B前後輪鏡為24吋 除了尺碼較小外 前後避震器導入後將大幅提升舒適性 更加上煞車電力回充系統 台灣販售版本僅有360瓦時電池 配上350瓦馬達動力 續航距離為30到90公里 其餘科技配備、儀表配置皆相同 現場第三輛車 也是今天唯一一輛折疊式車款為Cliver Q 20吋輪圈大幅縮小體積 油壓煞車與160mm碟盤也沒有缺席 同樣具有前後避震器確保騎乘舒適度 由於Cliver Q是該公司較早期的車款 握把上的顯示器樣式不同 但是其豐富的科技功能也一樣不缺 馬達動力同樣採用350瓦輸出 與360瓦時電池 目前Cliver在台灣擁有8個展示點 雖然它或許不是最有CP值的選擇 但在眾多設計大獎、優質的用料 先進的科技配備加持下 如果你追求極佳的生活品質 Cliver或許是為你生活加分的最佳產品 請持續鎖定我們Supermoto8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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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次見